啊~~~ 4月24日 話說我和嘉英 我們打算捉一個櫻花的旅程 一直都說要櫻花 捉了大半年 前天才決定我們去哪裡 就是很積極地去越南 但是越南是要簽證的 要早三天的 我們是凌晨12點去做那些 四個小時的快證 我們這次就去越南 我這麼久以來都沒去過越南 我們今次要展開 垃圾還被人列出名字 蔡佳一愚文盡 這個證書表就是那些 沒有提到三入證簽證的垃圾 全部都是職人搖居上 全部蔡佳一愚文盡 都列出名字 我這麼快 我們坐了一小時三十五分鐘 我們就剛剛下機了 來越南顯港是超快的 因為我當初完全不知道 我上機再看看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查 我怎麼下機了 我查看原來這麼快 那我現在期待 究竟這個會不會是快閃的好地方 跟台北感覺差不多 我剛剛下機換網 今次買了一些SIM卡 這個Happy Data SIM 有10GB 4G上網 那幾十元而已 另外還有再租WIFI彈 我試試哪個好用 如果電話卡不好用 我馬上有WIFI彈 我照舊都用回 我經常用日通通信的 這個WIFI彈 我覺得很好用 那我今次第一次來越南 我整個雞不知做什麼 我現在就走出去看看 有什麼搞的 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下機之後 一出機來到這裡 你就會看到我身後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很乖的話 做完網上簽證 或者在灣仔的越南辦事館 做完簽證之後 你就不需要去這個步驟 你直接就可以過關了 通常很多觀眾來越南 最麻煩都是搞簽證的 那這裡跟大家說說 簽證有三種 你可以去灣仔的越南辦事館 做簽證 你可以在網上做簽證 網上做簽證 就是三天前的工作天 那25美金就搞定了 那第三種就好像我這些 臨急抱罰的 前幾天才決定要來越南 那你沒有時間做這個網上簽證 你要做什麼呢? 我就要先給這個47美金 去找一間中介公司 找完中介公司 他就幫你做一張簽證信 拿完簽證信之後 你就可以上飛機 如果你沒有簽證信 你不可以上飛機 你不要想著 落地簽證到越南這邊才簽證 是不行的 一定要做那張東西 你來到這裡 再搞本身上網的簽證 就是要再給25元的簽證費 再成功簽證 最後出到來 其實剛剛搞的手續很快 5分鐘內搞定 就是10分鐘出到來 出到來機場 你會看到 這麼奇怪 整個東西 是做什麼呢? 全部就是買電話卡 沒得搶錢 又沒有掛完機 那究竟怎麼辦呢? 先說電話卡 如果大家沒有租WiFi 但沒有買電話卡 來這裡 8美金 4G無限上網 即是60多港幣 這樣 走出來 要先出來這裡 這裡一勒全部都是找換電 那找換店 你可以直接用港幣找換 你也可以用美金再換 美金再換 好像說回率會高一點 很多朋友去過越南都告訴我 去到越南 那就不要直接坐的士出外面了 來到這裡就下載了一個APP 這個APP叫Grab 直接用這個 就是香港的Uber 直接在那裡叫 叫完之後就給港幣 實買實價 他們都說一定就不花錢 但如果的士的話 有機會就有海鮮價 那就比較麻煩 我們現在就叫Grab 過來之後 我們就等這個車載我們去酒店 去到酒店再說 我這次訂的酒店都很漂亮 好了 我們剛剛搭完那個Grab 出來之後 我們搭了多少錢呢 約65,000元的越南盾 65,000元 聽到好像很多 我好像脫了20多港幣 總之我去機場搭過來很快 十多分鐘我已經到達了 我這次住的這間就是Time House 看下去 你看到這條路好像農村 養雞一樣 有一間小小的別墅仔 暫時來說 附近不是說真的有很多東西 但我們要進去Wormtour 告訴大家 究竟值不值得訂 這間酒店是CP值十分高的 帶大家來看看 一萬四百多元 進到這裡 你會看到什麼 OMG到我的燈光 黑黑黑黑 給了越南人 你一刻 OK 越南人回來了 這件衣服 真的穿得好像肥媽 OMG 打開真的像肥媽 不要緊 好了 這裡有一張清大小的床 清大小的床 之後 有個位置給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這裡 有個茶凱 可以坐著聊天 重點來了 有個小小的pranchy 我想說很漂亮 然後到這個位置 廁所的位置 而且廁所也不小 擦牙洗臉 好 洗澡 乾濕分明 重點不是這裡 四百多元帳 都不是這裡 重點是這個位置 重點是這個露台 這個露台 那麼大 然後這裡就是下面的泳池 如果你住一樓的話 一出就可以跳進泳池裡 不得了 那如果你問我值不值 那我覺得這間酒店真的值 因為我惹醒沿路 告訴大家有多漂亮 從他們來說我覺得OK 所以我們瘋了 我們三個人就分開房間睡 四百多元一晚都值 我們住幾間房間 我們剛剛搭完車來這裡 搭了十幾元 因為搭到這裡 Fer 29 適度的越南河 平時香港吃得多 這裡的越南河來的樣貌 樣貌真的有十分地道 試一下究竟 好不好吃 不要看它的湯清淡淡 但是吃下去是絕對有越南風味 吃完粉 加上味道 還未去到 說真的好地道 說一定要世界級正 平時香港吃到的味道 以這個價錢來說 它已經做到香港 吃到四十多元的價錢 CB是高的 因為這碗的價錢 就是十一十二十三元的價錢 試一下 因為我剛剛加了一些青檸汁 吃完之後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很新鮮 沒有那麼寡 吃下去 試一下 這個肉很乾燥 我們平時吃的生牛肉 會比較軟 但是這個肉就沒有那麼軟 是比較韌 但是我們點了一個肉丸 肉丸就不知為什麼 一粒小 肉丸好吃 總之來說 OK 你說好地道很好吃 暫時第一餐來說 這一套而已 沒有太高要求 這個價錢不能算 是不是 來到越南遜港旅行 有一個地方必去的 一定 就是這個教堂 這個叫做遜港大教堂 有些人會稱呼這個粉紅色教堂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有一座這樣的教堂 因為以前這個地方 就是法國統治國這個地方 那時候就建了這個教堂 它就是一個天主教教堂 它的設計就是一個歌德式的設計 就是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 教堂頂上有隻雞 這個雞有名叫做風順雞 所以有些人稱呼為 這個名字 第三個名字就是雞教堂 很多遊客都會來這裡 特意拍照 打卡 因為它是粉紅色的建築設計 也是景點之一 這次是粉紅色教堂 我們下一站 帶我們去享受世界 去有些網紅白婆Cafe 吃東西 這裡有三層 全部環境 每一個角落都曾經有很多白婆 很多網紅 在這裡拍過很多痕跡 在網上打 Wonderless 一按照片 全部都是白婆 站在這裏 躺著躺著躺著 但我想說 它的飲品 全部樣貌 食物質素很好 飲品全部都很足 然後那個粟米炒得很香 超香 最主要的一件事 三杯飲品兩個小吃 港幣75元 多謝 所以是超級划算 我們現在是超高興 大家在這裡開心心 試一下 試一下 先反應 烤完之後 我們去做些什麼 一會兒就拿著一杯刀 就去做什麼 就去做白婆 OK 就去周圍拍照 Oh my God 你是不是應該買那杯做數據 哈哈哈哈 又對 每次都拿著一個白婆 對 我們應該 我覺得可以 可以可以 真的很便宜 越南的消費 真的比我想像中 更便宜更便宜 好 我們下一站去完網紅Cafe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聊了一段時間 一百港幣 打了半個小時 來到這個景點 這個就是巴拿山 本身這裡就是一個熱門的景點 有很多東西看 因為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法國村的小鎮 有些風景 可以給大家看看 拍下去好像在法國 但是去年是六月還是八月 我忘記了幾多月 出了一個景點 就是一隻佛首 大家上去看 他有入場券 入場券是260元 1點至4點是260元 一個人 75萬越南盾 但是如果4點後 4點後是60萬越南盾 60萬越南盾 即是206元 好 我剛剛等到4點 搭這個纜車上來 這個纜車我想跟大家說 是有名堂的 它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纜車 由最低可以上到最高的纜車 由起點到搭纜車上到這裡 四個字的時間 來到這裡第一站的景點 是巴拿山的第一站景點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佛首金橋 這條橋有什麼 那麼厲害呢 就是一條橋 然後一條佛首 托著一條橋 其實這個以前來的時候 之前有大家來過巴拿山 其實這裡是沒有這條橋的誕生 上年8月才有這條橋的出現 而令到巴拿山的熱點再推高 變成一個來遜港必去的旅遊景點 這裡看下去的佛首 我想說眼看下去是震撼過你 用相機看下去的感覺 吸引很多不同的人打卡拍照 我們看到兩個地方 讓我們還沒吸引 你有什麼用 其實是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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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IVIVIVVIVIVVIVIVV tous 我用這個操作是智能 我想說的 我現在也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另外就是我們在這裡 你們可以用他的帳戶 我好像去了哪裡? 好像去了巴黎 現在身上這個就是一個法國村來的 法國小鎮 這一刻不說 真的以為我去了一些法國小小的小鎮 所有的建築物都好似 這些打卡、握like 這些地方全部都對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外國遊客 你真的不說以為自己去了歐洲 真的OK 超有感覺 不過這個地球仔 很有趣 超像環球影城的地球仔 超漂亮的 在這個法國村裡面有個教堂 它外面已經像歐洲的建築 它裡面是完全不開樓 未有機會去到歐洲見識的話 你來到這裡 你可以感受到歐洲的教堂究竟是怎樣 歐洲的建築物究竟是怎樣 你可以感受到 多漂亮 裡面你不說 我以為我自己真的在歐洲 多漂亮 跟我之前真的感覺 跟我之前去布露賽的不同的教堂 或者街道也有點相似 不錯這個地方 剛剛走到這個法國村 走前一點 很快的 走前一點 去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中國鎮 來到這裡就會有一個觀景台 搭到很漂亮 整個地方都有很多中國的建築物 有什麼什麼塔 然後你站在這個位置 好像現在這個位 你會看到我們剛剛站在法國村的景色 其實真的蠻漂亮的 因為我這個時間來 就可以看到日落 黃昏的時候比較漂亮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時間 六點鐘 我說了一件很誇張的事給大家知道 一件事我都沒有跟大家說的 我們買這個入場券是二百多元 包括我們剛剛所說的東西 重點 他會送你一個自助餐 我們現在就來吃這個自助餐 他包含了一粒的啤酒 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直接罵 為什麼會這麼划算 因為它的自助餐 你在香港吃的話 它的質素 你看看的那些款式 是多於你香港吃五六百元的質素 味道我不管它好不好吃 但是款式已經很多 不同的越南菜 有什麼都有的 很棒很棒 還有一個酒吧 好像在歐洲的酒吧 有一個唱歌 那些感覺是很棒 因為這裡都是圍繞在小法國村 所以整件事是很歐式 很棒 很輕鬆 200元你包含了所有東西 你聽到你都覺得驚奇 為什麼會有自助餐 剛剛吃完自助餐 總括來說 中規中矩 你未必到好不好吃 就是正常 因為不用錢 我那裡的東西 晚上出來 這裡所有剛剛那個 小法國小鎮 超美 是比早上早 所有燈光打下來 是拍照 或者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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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照 我拍照反而沒那麼漂亮 親眼看下去真是很漂亮 有興趣大家來了 很快就帶我回到酒店 休息完之後 晚上的時間是9點45分 我們走出來這裡 你會看到 其實全部都很地道的 一些大排海鮮檔 一出來 我們隨便找一間 比較多人一點 有個中文餐牌 我們就決定吃 這一間的大排小炒檔 就像我們香港的大排檔一樣 我見價錢都很便宜 是我們香港的半價 那我們就吃這一間的晚餐 今天的晚餐就是這裡 我們就在這裡 食物終於都來齊了 它的樣貌是十分之地道 尤其是那個扇貝 扇貝跟我們平時的樣貌 是不同的 蒸扇貝的樣貌 都不同 我想煮法都會不同 十分之地道 是時候要試一下 一時間就真的試一下這個扇貝 上面有很多的蒜粒、蔥粒、花生粒 它不是不好吃的 又不是好吃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它是 一邊蒸蒜貝 然後有些油在上面 有些油在上面 有些蔥油 這樣蒸 再灑一些 花生碎、蒜碎上面 但是那些蒜碎和蒜碎是沒有炒過 是純粹灑上去 分開 然後就吃到一些油味 比較普通一點 但不是說特別不好吃 這個吃的東西就想吃一個 更新鮮、健康、蝦沙律 泰國也吃過不同的木瓜沙律 這裡有一個芒果蝦沙律 試試看 看上去都算足料 蝦不是很大隻 小隻的蝦人仔 試試看 這裡蠻好吃的 好野味 Oh my God 越南見到徐子山 Oh 好辣 咬了 任何一個國家 我都要見到子山 我覺得很辛苦 Oh my God 我哭了 Oh no 來到越南也有傷心 為了子山 Oh no 沙律是真心足料 重口味 很濃烈的辣香味 然後蝦米仔 夠多 然後芒果也夠 但是吃不到芒果味 但是吃完辣 有一點果香味 我覺得OK 小炒一定有菜 我們在這個通菜 普通菜 普通的樣子 試試看 讓我看上去 不是說真的好吸引 芒果蝦 芒果蝦 不是說太特別 又不是太多 沒有太多 是芒果蝦 所以明天你去 小炒、茶餐廳等 全部都吃了 都吃了 好吃的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有龍蝦 有很多不同的蝦 我點這個就是燒蝦 看上去的樣貌 不是說真的好肥美 有手指尾的蝦 這個叫手指蝦 不是說特別肥美 試試試吃燒蝦 炭酥味粥的 蝦死了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不是說特別好新鮮 絕對不是剛剛死的蝦 味道夠粥就OK 不是說不新鮮 但是OK的 真的不錯的 最後一件事 我們就點了這個雞湯 我平時吃越南菜 我都很少會看到 這個類別的雞湯 我比較少見一點 我試一下它的味道如何 少許雞的蒸 就是平時的雞湯味 但是它的辣味會蓋過多一點 因為它本身有少許胡椒 重的胡椒味 有辣椒仔的味 但是雞味不是說真的好出 但是很足料 很重的一個湯 就是平時年紀大 喜歡喝的阿婆煲湯 那些老婆湯 絕對不是你的東西 這些絕對是年輕人喜歡喝的 很多胡椒粉去煲的湯 就是我們喝的湯 OK 絕對不是我家都這麼滑 拔這麼久都吃不到 有雞味的 正常常 不是說很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你來到這裡 你不會介意它 整間好吃你都會來吃 總括來說 我不相信你不來吃 好 再見 早安 各位 嘩 低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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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什麼瘦骨 而且昨天吃東西比較腫脹 其實我睡不足五分鐘 因為早上的時間 10點 55分 11點 噢 噢 起床第一時間要做什麼 是下去游泳 噢 為什麼這樣看下去好像很肥 隨便吧 好 下來給大家看看 那個泳池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樣子 好 其實是不是很久沒見過我做美鳥魚呢 噢 美鳥魚Sexy 噢 噢 噢 美鳥魚超Sexy 噢 噢 好久沒見 出水附庸 出水附庸 噢 噢 噢 耶 美鳥魚正 美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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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游完水之後 我們現在就叫Grab之後 我們去哪裡呢 很多人來到越南燕港 其實我不知道燕港還是燕港 大家不要挑戰我 我真的不太懂 我們去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說 一定要去惠安玩一玩 那惠安是什麼呢 就會來這個地方 差不多大半個小時的車程 九個字的車程 我們叫Grab過去 都是一百元鬆一點 搭九個字 OK 那我們就去到 因為我都不太清楚裡面有什麼玩 其實我們走前都沒有什麼計劃的 都是見步行步的人 那我們現在呢 就出發去這個惠安啦 下車之後呢 我們第一時間先移一移圖 在我身後這一間呢 是我的朋友 三文華說很好吃的一間法包 因為很多我們上網看 說惠安這裡有很多間的法包店都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 因為越南只是法國統治過 所以這個法包店這裡都很出名 而且這一間呢 在之前網上推介的都比較厲害的東西 我們這裡也有很多遊客來吃這一間的法包 那我試試這間是不是這麼好吃 好啊 這個法包來了 它的價錢是兩萬元的印尼盾 即是六個九 六個九港幣 試試看 他們每個都說好脆啊 看著 哇 好脆啊 我們點的味道呢 哇 好脆啊 是混合的 好好吃啊 它是綜合口味 我自己呢 在香港吃的法包呢 傳統都是比較硬心 比較乾 它的包魚一點都不乾 你就這樣吃個包 就這樣吃個包 好像在吃很脆的薯蓮一樣 好脆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裡面的餡料呢 是多到不得了 有青瓜 我吃了火 有蛋 然後 有些肉 然後有些青瓜絲 蘿蔔絲 裡面還有一些木瓜絲 我想說 它的所有的餡料 全部都炒過 很香 我吃過平時的法包 它傳統都是 它是加入了少許越南的 汁 在裡面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 我明白為什麼你說十分裡面有九點八分 越南風味的汁 一如一百分滿分 我覺得這個是有 九十三四 來到這個回安一定要吃這個包 這個包真心好吃 給你一個讚 你沒有介紹錯 另外呢 是這個的蜜桃茶 它都是好足料好足料 蜜桃茶的香味很高 裡面還有一些檸檬菜 裡面有些香菜 所以加上一些 這個類似檸檬的粉絲 加上一些蜜桃 避�ary而且酸酸的味道 好足料 超好乱 這個包外的汁多超乎 你可以吃到一坦全部的汁出來 是啊 真的很好吃 你看到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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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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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現在實在太出色了,所以我們決定派一個不同款的法包 這個是雞肉,比我們混合的還貴到五千 試一下 這個出色是混合出色 混合出色很多,但這個好辣 這個法包好像我們吃香港淡,有大中細辣,可以讓大家任君選擇 但是這個雞,這個雞不乾的,裡面的醬汁和剛剛混合的醬汁有少少不同 很惹味,但剛剛混合的醬汁,加上有爆汁的感覺 這個沒有爆汁的感覺 混合好吃很多,可以貴一點,但其實如果你們都真的辣,我根本就吃到 這個很辣 你先放下 你加上嚴重度,叫我先放下 我拿著都覺得我拿著都會繼續辣 Oh my god 辣到瘋了 你要留意到,這裡所有的客人都是我個人,因為這裡是Triper Riser 強力推介 所以這裡基本上所有外國人,你不說都以為自己去外國吃這個法包 但真的好東西味,但真心這個很辣很辣 他們倆都說好了好了 Oh my god Hi Menson Hi 哇,整件事多麼戲劇 我們在Triper Riser 找到這間很古舊的咖啡店 這間是很有以前的風景 因為我們在古城的旁邊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 Hi, I'm Roastery 這間的飲品來到這裡 因為所有建築都很漂亮,外面的景都很漂亮 因為大家認識我這麼久 都知道我很少去旅行咖啡店 但你來到越南,不是真的拍照,聊聊天 就不同的傳統的,很像少女心的咖啡店 我們現在有什麼事先聊天 我們現在進來這裡就是會安古城 會安古城是一個去越南熱門的景點之一 基本上每個人都來到越南 是不可能不去的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全部黃色的古舊建築 就是古城的賣點之一 隨時打卡拍照都很漂亮 古城裡面的店舖是什麼呢 全部都是Cafe 手創店 有些賣皮具 有些賣手袋 有些不同的旅遊客的商品 其實很漂亮 很值得 你看到我身後附近 全部都是遊客為主 我們現在走到那邊 我們就去古城裡的其中一個景點 就是去日本橋 帶大家去看 我身後這裡就是真正正的 就是這條日本橋 是這個會安古城的景點熱門之一 你看到 有很多遊客在這裡 你會看到 為什麼日本橋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人家看上去就像中國古舊的古橋 整個其實會安古城裡面有三個元素 好像有越南元素 有中國元素 有日本元素 原因是因為 以前有中國人 有日本人的商人在這裡很多 這裡建立了這條的日本橋 就像是混合在一起 會覺得很特別 這個回憂古城裡面 會看到很多人力車 會操車你們在這裡 會在匯安古城裡面 會有很多人力車 對一大圈 那你就可以移行 很細心,很優雅,不用走 可以在這裡參觀整個古城的風景 我現在買的這個,因為我看到這麼特別的 很多當中都買了這些mango cake 但它的樣子賣一點都不像我們平時吃的 芒果蛋糕像糯米池一樣,我試試看 它看起來是這樣的,我不知道是怎樣 試試看 Gelly糯米其實沒有花生 mango cake的花生 重點是它的皮不像我們在香港吃的糯米池的 但裡面是花生餡的,不錯的 1萬元的越南盾,3.5元 試試也不錯的,但完全跟芒果是無關的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分解,byebye 來到這個古鎮裡面,大家一定要找機會上去天台的位置 你就可以在這裡,遠處看著整個古鎮的屋頂 你只能看到屋頂,但你會看到很多一個個碟住的 其實風景都挺漂亮的 我來這些就是一些cafe 其實整個會安也好,越南也好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cafe店 那我們現在就上來,就特意為了拍這個風景 而去這個cafe拍飲飲飲飲 來到海邊這裡,我們現在要做些什麼呢? 剛剛有一個人撩我們 旁邊有一些燈籠的船 那你燈籠的船就可以坐到外面去觀摩一下 就是外面去參觀一下這個會安的古城 那多少錢呢? 我們本來的開價呢,就開我們20萬 那我們就三個人,我們開30萬了 我們到最後就是15萬三個人 就是圍起來上來,50元 那就坐一陣子 那我們現在準備上這些船了 其實50元來說,我也覺得我們挺划算的 其實50元來說,我也覺得我們挺划算的 因為呢,姐姐自己很努力地 自己撐足20分鐘 但是我們50元是三個人脫 那挺划算的,挺漂亮的 但是很搖擺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哈哈哈哈哈哈 啦,珍珠姐姐,你真是危險 對啦,我們很囂張啊 你很囂張啊? Nono啊? Nono,Nono 哈哈哈哈 她呢,姐姐真的超高興 覺得我們很high 然後她就要跟我們玩 打打打打打打 她以為我們很開心 她都會弄多一些花色給我們 她就打打打打打 這樣 你看她笑得多開心 你看她笑得多開心 Oh my god 我們現在有點害怕 我們上了一個比我更瘋的姐姐的船 Oh,厲害 大家坐這船會有一個服務給你們 你會看到有人 為什麼放在水燈呢? 你看到河裡面呢 為什麼會有水燈呢? 那就是五千元還是五萬元 那你就可以放水燈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放 因為放水燈好像不是很環保 我們就沒有放 你不知道要怎樣啊? 就劈在這裡就沒有了 就這樣就完結了 那些燈有沒有人撿回來呢? 不知道呢 因為它在紙上點蠟燭 像這樣一樣 一條直路的這裏全部都是賣商品的 我剛剛買多了一個磁石貼 這裏有小小的燈籠手信 不同的旅遊商品都會有 前面這裏 全部都很地道的 前面幾間都是賣甜品飲品的 前面就有些車仔,好像夜市一樣 我今次終於都體會到 回安的小小夜市 因為我有個同事跟我說 來到這裏回安,晚上所有東西推出來的食物 不需要看,買了,好吃的 晚上才會推出來,小小的夜市 在前面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在當餐裡加碼這杯是甚麼來的 真的不知道,椰汁帶,甚麼都有 每一款都加在一起的椰汁 對,到最後會加一片椰汁 但它是好吃的,完全不知是甚麼來的 兩萬元 嗯,兩萬元即是七元 其實是甜品,挺涼的 但你問我裡面有甚麼材料呢 我吃了綠豆,涼粉,花生 但肥蝦就真的吃不到 但真的好吃,真的不錯 前面這裏就有幾間地道的小食車仔店 賣的東西全部都有蝦餅和蟹餅 或者有這些香蕉蛋糕都會有的 試一下這個蝦餅 因為我看它的樣貌很漂亮 很特別,四萬元 四萬元,我忘記了多少錢 四萬元,你自己計算多少錢 隨意八九一 好氣,薄灘 然後上面有隻蝦 蝦很細心,幫你剪了蝦味 吃下去蝦的味道當然不太好 有些醬在上面 有些蔥 像薄灘的那種 另外一間,有這個燒的 燒什麼呢? 燒米紙 吃下去炭燒,因為太吸引了 四萬元,我吃了一口 超級好吃 它是脆的,很脆的 好脆 加了鵪鶉蛋,好好吃 上面有些脆脆 加了蔥 好香 跟蝦餅不能相比 這個好吃很多 好吃 很好吃 炭燒,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加了鵪鶉蛋 有些蛋香味,中和 這個米紙是很脆的 做出來的 好香厚 多少分? 97.63分 這個很好吃 這個位置就是晚上 最多人最熱鬧的地方 最後的尾聲應該就是這裡 就是匯安Light Market 這個就是夜市 這個夜市 或者台灣的夜市 絕對不是 也不是泰國的夜市 旁邊整條都是餐廳 剛剛看到全部都是餐廳 還有一些Live Bar 還有一些唱歌 吃東西喝酒 很Chill的 很多外國人來這裡 另外那邊就是剛剛的市集 全部都是賣不同的手信 不同的產品 越南特色的產品 你會看到這裡 全部 整條街 沿路一落 都是賣這些同類的東西 你說的食物很特別 熱鬧的 多東西看的 真的值得來 自己來吧 OK 這裡有很多店 基本上超多店 全部都賣這些燈籠 你會看到來這裡 很多人都會打卡拍照 其實來到匯安 來這裡 一定是要跟這些燈籠拍照打卡的 這個是匯安的地標之一 基本上個個都會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看到這些燈籠 其實所有的特色 你會看到 屋這麼熟面 這麼像中國風景 沒錯 就是以前的中國的商人 和日本的商人 之前都留在這裡 所以他們一直 把這個元素留在這裡 直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很多人 來這裡買這些燈籠 或者來這裡打卡拍照 特地來看看 其實這裡全部 整條街 所有的掛式 你留意到 都是很多燈籠為主 好 出班來海邊 離開了夜市 整個海邊都是這些 巴 你可以當是巴 你可以當是餐廳 也可以 我跟書一說 很多人吃 很推薦的 這一間店 我現在試試它有沒有吃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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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食物終於都來齊了 在越南兩天 其實都未說吃一些 好地道好地道的地道菜 但是來到這裡 比較高級一點 我們都是亂地點 所以我們點了這個 米子的豬肉蝦卷 我們平常在香港 我都經常吃的 不過是不同的 這裡點的醬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點的酸酸的醬 就是這樣的 試試看 因為米子的皮 是比香港很多 試試看 很特別 裡面 他跟我們香港吃的 完全是吃不到這種風味 你說我沒有吃 我覺得我習慣吃香港那種 我覺得香港會比較重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會比較清淡 但是 多了 很多了 不錯 第一次吃這個蔥卷 但是這個蔥卷中間 就有一盒米子 很可愛 是薄一盒 一盒 這些就是米子 我試試這個蔥卷 在香港 吃一碟的小食 都四五十塊 這裡 二十多塊 總之是這些餐廳 都是二十多塊 試試看 好吃嗎 這個蔥卷 這個蔥卷很好吃 很脆 而且裡面的餡料很多 這個蔥卷的程度是很酥 因為你喜歡重口味 對 裡面是很酥 一層一層一層 你吃得到嗎 這個是重口味 你喜歡吃這個 對 我喜歡蔥卷 蔥卷真的不錯 你看到嗎 Beauty Blogger OMG 一層一層 真的很好 這個 正 這蔥卷真真不錯 這蔥卷真的不是每間餐廳都看到 剛剛我說過蔥卷 有這張紙 它旁邊有一個米粉 一個餅 包著 然後就吃這個 米子 這個小食 不然可以包著蔥卷 再吃都可以 再加一點這個醬 剛剛我說過什麼 嘗嘗 但這個紙沒有我心目中 這麼脆 很特別 我第一次見 第一次試 好 試一下這個通菜 這個通菜 看上去的樣貌 比昨天的普通的地道餐廳 試一下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眷蓉 這雞肉很香 很香 很脆 吃下去 很口味 我們平常吃的 很有鍋氣的通菜 一毛的 通菜 很味 足料 好自動 這個通菜不錯 久以來我吃這麼多越南菜 在香港都沒見過這個 我自己沒見過 這個叫做烤柳 看下這個樣貌 像是一個拌的麵 但不是涼拌的 是粗麵 是粗麵 試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好像很粗 很粗 是什麼來的 很像鞋帶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很像鞋帶的麵 鞋帶麵 我不喜歡吃這個 超級好吃的 它還沒想到 像是醬筋 很像鞋帶 都很美味 但它還沒試過 你也有特色 我還沒試過這樣的麵 我覺得醬筋很好吃 像是醬筋 你沒試過鞋帶 這個麵 你就對 哈哈哈哈 這個煲仔豬肉 他們的樣貌很像我們香港的地道 一煲一煲的 煲的肉 像台灣的滷肉 嘗嘗 這個很痛 肉一入口 碎開了 很軟 介紹一下這個煲仔豬肉 是焦糖的 有點甜味 很順便 所以我馬上吃 我可以倒兩碗三碗就不行 剛剛又準備好了 謝謝 這個肉真的好吃 甜甜的 軟軟的 入口也叫漬肉 不錯這個肉 總括來說就這樣 我就不說太多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回就分解 謝謝 垃圾說拜拜 哈哈哈哈 有沒有考慮過我感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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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愛你 歡樂的時間又怎麼這麼快結束呢 所以我們又吃漏了這個香茅豬肉 我們吃完這個就完結了 乾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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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野味 很好吃 這就是很軟身 入口即容的一個 哇 一個肉圓 對耶 超好吃 超像免治豬肉 但是更加免治 有點胡椒味 超果肉好吃 真心 那麼 今年完了 別再想念我了 應該不會再開機了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